为期五个月的匍匐风情 要动的鲜明身影特展 在高雄小林大满舞团表演中 热闹揭开序幕 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到 我们平补以前的住家是这个样子 由于观众对于以符号表现的古地图有距离感 因此台股馆特别运用世卫科技 制作长达17米长的巨幅地图动画 重现台湾平补族群生活形态及样貌 并透过研究呈现约300年前 台湾平原地带的自然生态景观 这次因为有科技部科技计划 科技基金的一个寄注 所以让台股馆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往前跨一步 用数位科技的内容 然后跟展品来相结合 这次的活动 希望透过跨时空文物跟数位图像互动 让观众得以更亲近 平补族群的文化内涵 记者谣外8号台北市采访报道